好 這個是內修次數跟挑戰次數喔 這江湖 然後左下角這個鷹無邪做的蠻有風格 然後目前內修我已經打到一個材料 叫魂劍翼齁 那我不確定這個是內修是用來幹嘛的 我要看一下喔 內液晶晶 好 主要是應該拿劍翼是不是 他是拿這個可以幹嘛 其實我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可以幹嘛 好 沒有特別研究 我看一下好了 我知道他江湖門派 江湖門派有三個 盤沙堡 宣明教 跟千宣門齁 然後有參試內修的機會 可以解鎖不同材料 然後每完成內修六次可以獲得一個玩水破 然後跟突發事件 重點是幹嘛的 我還是不清楚是幹嘛的 然後就是選擇之後呢 你可以挑戰三次一天啦 普通跟挑戰 應該是每一個門派可以做完一次應該就結束了 然後走格子這樣子 然後會拿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應該是 3C內力的那個東西啦 應該是啦 我等一下再去看一下 我們先打完這一關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說剛才那個江湖系統啊 那些材料 就是從這邊打了 然後就可以精進你的東西 這樣子 內力上限會變成六點 OK 那就是你帶的技能會變 多一個啦 這樣子 也還蠻不錯的 然後呢 現在是開陰劍屏 陸招一跟那個誰 革雲一嘛 我們看一下 革雲一就好了 先看革雲一 革雲有三招齁 這三招就是珠心神耀 然後 雲影悟患 六甲聖影 那他只有原技一四跟二四啊 那就是可能需要他這些東西 然後跟內力六 這樣子 然後再 再往上升這樣齁 那原本是神戶故源的狀態 那現在多一個無瑕的buff 遭受暴擊-20% 還蠻不錯的 還可以 然後二四的話是 呃 等一下 OK 二四的話是自身其他絕學為進入冷卻 這剛才絕學-2 這個看起來就一定要升到二四 那打PVP是不是很好用啊 好 再雲影悟患 原本是 移動嘛 然後為 可以 恢復兩個內所有友方的氣血 那 疑似 喔 疑似是恢復兩個 氣血啊 欸 都是氣血 喔 兩倍喔 恢復了 兩個內 喔 一倍啊 對不起看錯了 恢復一倍 0.5倍恢復一倍 然後這邊 二四的話會多一個雷場地形喔 喔 喔 多一個雷場地形 可是這個要 好多材料 OK 大概是六甲神儀齁 呃 原本是 施加P甲預謀跟P防齁 缺上一個debuff 喔 這不是原本是 疑似 原本是甚麼 只有施加P甲預謀跟P防 然後 疑似是恢復單格氣血 喔 多恢復氣血 然後是法攻1.5倍 喔 然後二四就是 驅散兩個debuff 驅散兩個debuff 然後 絕學冷卻中的話 這該絕學冷卻 冷卻時間-1 欸還不錯欸 然後 誤換的話是帶人嗎 看一下 對帶人欸 一開始是 七個內任意空位 然後後來 哇 那這感覺可以升一下 其實 就是 攜帶起始點周圍一圈的異名友方 喔 跟著帶過去欸 欸還蠻不錯的欸 這還蠻不錯的 這還蠻不錯的 可是 哇這個材料 這是 我覺得給的蠻不錯的 好 那1.1的部分看一下 就三個啦 我記得是三個而已 1.1的部分的話 流火 流火這招是 獲得這個 燃燒 跟亂神嘛 然後1.4呢 這是 醉嗎 賺 醉 代替兩個 獲得 呃 代替兩個神獸攻擊 原本沒有對不對 喔原本沒有 主動使用的時候 OK原本是被動技嘛 然後可以 可以成 可以變成主動技了 然後 被動一樣沒變 對沒變 2.4的話 欸 2.4也沒變 喔 欸 沒變 那1跟2沒差 喔 好 好 焚炎破充的話 原本是對戰解嚴師加 石獄跟燃燒 然後 然後 1.4變成 多一個護衛狀態 然後 這個 圖示是有變化的 變成這樣 OK然後 2.4的話 然後 他就會對目標 2個範圍內的敵人造成24% 固定傷害 而且 恢復 50%的氣 是每一次都會有嗎 那目標 感覺是每一次 喔 你每攻擊一次都會有啦 應該是這樣沒錯 對 這是 這是單體器齁 我剛剛以為是被動 對不起 好是單體器 所以每一次攻擊 只要2層燃燒 他就會有 對2個範圍內的敵人造24% 的固傷 還蠻多啦 而且還會破50%氣血 啊 我用 雨紋拖一直疊 然後 可是一般1.1會帶這一招嗎 如果有 如果神節的話 應該是會帶的 哇 那這樣子所有的技能搭配都要換 那破風掌的部分呢 原本是範圍內0.5倍 哇 變那麼多 自身物防法防20% 額外加到物攻上 哇 哇這個很值得誒 誒這很值得誒 我覺得這很值得練 OK下面的話就是範圍 敵人造成傷害是從0.5倍變0.7倍 而且擊退一格 哇 擊散目標一格誒 還4加10欲 一樣齁 然後224的話是多加皮弱 誒那還蠻不錯的誒 還蠻好的誒 我覺得蠻好的誒 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好的 寶可 然後只是這個 也是要這些東西啊 哇好難哦 真地難 好 對啊那敵人是跟著變強的 但是一些 像十字器或是一些 九爐塔也會更好打 雖然大家已經 大家應該都把九爐塔打過了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零劍品的吼 火靈神劍 那火靈神劍原本是0.5倍的傷害 那去散目標一個 有一個狀態 那疑似的話就是 變成玄天劍甲 誒 對 對 好 那玄天劍甲有三個嘛 就是天 天瓦神劍 幻月神劍跟火靈神劍 然後沒什麼差別 可能要看進去吧 0.5倍 火靈神劍0.5倍 那24呢 哇靠 他就逼你要升到2 4啊 要不然都一樣啦 好 天瓦神劍是範圍內造成1倍的傷害 施加石獄跟2 兩回合 不過 你升到1 4的話 至少多2招啦 然後 幻月神劍是0.5倍的傷害 反轉目標一個 buff變成 反轉 反轉一個目標有一個狀態 變得buff嗎 然後 自身獲得閻凱 那閻凱 那閻凱是被攻擊對戰前後 恢復20%氣血 好的 那火靈神劍 在2 4的時候變成 射程加1 主動攻擊對戰後 對目標2個 所有敵人造成 啊 施加2層燃燒 這剛好可以跟那個1 1 1的那個被動作搭配 波風掌作搭配 嗨 然後 燃燒是12%氣血 OK 這一樣 上線2層 好 天華的部分 施加10運嗎 然後獲得天華劍士 那天華劍士是移動1加1 給誇害傷害 這個之前在活動的時候有掩飾過了 那就是要升到24 我這個不知道升到民國幾年 要升到民國幾年 好累喔 好 然後 幻月劍士是本回合發起對戰 主動攻擊對戰後 屈敗目標2個內 所有敵人的2個 有益狀態 反正自成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自身一個主動絕學冷卻 冷卻時間-2 不可驅散 然後 一樣會施加一個 一樣會有炎凱 啊 就是多一個幻月劍士的buff OK 哇哦 對新的系統 好 飛行神劍 飛行神劍 原本是 1.8倍傷害 然後 去對戰前 使目標4個 有益狀態變隨機的debuff 或者言喻 要7TG 等一下 每造成一次傷害 額外獲得 OK 那1-4的飛行神劍 都一樣 差別是在 差別在後面 角色每造成一次傷害得起1點 後面是每造成一次傷害 連擊額外獲得1點 好 那2-4呢 2-4的話是多 每反轉一個友誼狀態 傷害提高5%啦 也就是說 敵人的buff越多越好 的意思啊 最早可以到20% 然後又獲得言喻兩回合 OK 這個 玄天劍俠就是要先生了啦 這個太 這太WP啦 這一定要先生的 輪會貫通 喔 輪會貫通的話 對戰會恢復氣血嘛 然後 如果沒有對戰的話 行動結束獲得起勢 就是可以跳躍障礙的 那儀式的話 儀式 儀式多主動使用恢復範圍內的所有 有方氣血 也就是說殷劍屏可以幫忙回血 蠻合理的啦 因為殷劍屏在生魔單機板裡面 就會氣療術了 所以他會回血 幫隊友回血 我覺得蠻合理的 而且是被動喔 不過這被動 你變儀式就變三個內力點了 OK 然後 24的話 是恢復1.5倍 1.5倍 對啊 我覺得劍屏這個蠻好的 他又可以攻擊又可以回血 是主動嗎 喔對 主動使用啊 沒錯沒錯 我剛剛講被動嗎 被動是那個對戰 對戰後 恢復氣血 可是他主動使用 可以變成主動使用啦 他主動使用可以恢復氣血啊 對 我覺得蠻好的欸 超棒的欸 被動回自己也我知道了 然後主動使用恢復 右方氣血 我覺得蠻好的啊 還不錯不錯 還不錯 還不錯 只是這個內力精進 做有點 有點麻煩的齁 在江湖系統可以得到 好我們繼續 呃 目前都是這三隻的啊 就是英劍屏 一一跟葛雲一 我覺得這三個人都做的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蠻不錯的 蠻值得練的啦 好 來吧 這三個角色的 呃 新增的招式是這樣 不過我蠻期待那個 蠻消耗的 蠻消耗的 蠻消耗應該還是不會有劍神啦 照他這個系統下去說的話 應該是把原本的 原本的現有的技能強化而已 看起來是這個樣子齁 OK 對 不過也要有六星啦 好啦 就這樣 希望這三個角色的大家 這個三個角色的技能 大家有滿意啊